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镜头前面是SEIKO 5的GMT 今天第四个推介 刚才推介了CITIZEN MONBELL 很多标迷都很喜欢 但有标迷就在留言区看到他的留言 写着JDM 什么不是Main in Japan JDM和MIJ是不同的 JDM是Japan Domestic Market 即是日本内销版 日本内销版不代表一定是日本製造的 大家先弄清楚 再谈点题外话 讲回这个正题 今天的正题主角是GMT的5仔Sport 它不是新颜色又不是新款 但猪仔怎么介绍呢 就是它一向来说 其实质量也是很好的 尤其是它的5珠带 这个珠带非常棒 而且价钱现在有优惠 即时争取拍片给大家看 左边有蓝色的放射声闻标盘 蓝色的标盘做了Hatness的标圈 不是放射声闻 说错了 蓝色的标盘 今天有标迷会来拿 因为今天有标迷和我订了这支手标 橙色就是之前标迷已经订了 我再订多一支回来拍片给大家看 因为非常超值的价钱 比起我猪仔8个月前介绍的时候 还要抵了 所以快点介绍给大家 先拿起一支很sharp的颜色 橙色的放射声闻标盘 它是小放射声闻的 加上了一个放大镜 它用了Hatness的水晶玻璃标面 五仔这个最令我欣赏的地方 玻璃就是 它围边的位置做了一个深的斜边 你看到 变了打侧体有层次感 再加上了 它三点位置用了一个很清晰的放大镜 有很多标迷经常跟我说 日期没所谓 反正我也看不到 这个很清晰看到 还要白底黑字 它采用了Office GMT的机芯 4R的机芯 这个机芯就是精工自家的机芯 4R34的机芯 这个机芯就是一个全GMT的功能 再加上了它有一个三地时间的标圈 这个三地时圈可以左右转动 而且标圈就用了Hatness的水晶玻璃标圈 用了两节颜色的 一个实黑色和一个灰黑色的 一个Bassel的位置 而且它来远看有点像Ceramic 像陶瓷圈 整个感觉很亮亮的 好了 围边的位置做了九牙坑的打磨 标观位置放在四点位置 做了一个拉推管 这个标因为做了10ATM的防水 即100米的防水 由得手动上年的4R34的机芯 41小时的动力处能 另外看看标带先 标脚位置做了拉丝不受钢 延伸到旁边部分做了抛光 左右两边预留了标孔 给你方便更换标带 整个标带很帅 标带方面做了一条五珠带 这条珠带非常正 很实的感觉 实心钢的 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 两旁拉丝中间间间了三行光身 做了一个抵赠的 摘叠式的保险标球 有四个孔三个微调位 先拍起它 上面也有SEIKO的logo 按键打开做了光身的薄桥 我相信很多标迷都会见过这个手标 但之前因为有价钱的问题 未必捨得买 因为它的建议零售价是$3480 待会先和大家说市场价值 先看看标带 标带用了螺旋式鎖的透视底盖 这个底盖有个五仔Sport的logo 写着Water Besit 10个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不手钢 4R34的机芯 好了 这个透视底盖 老实说没有做太多的打磨 中间写着了24社 因为始终是入门级的五仔Sport 但它也很棒 有一个GMT功能 其实精工出了4R34机芯之后 颠覆了整个市场对手标的GMT功能 一个定位 因为在往时未有这只机芯之前 大家看GMT的机芯 都觉得一定是GMT也不便宜 都会贵一些 至少4-5千元以上 但自从出了这只GMT的机芯之后 坊间很多品牌都会用这只GMT的机芯 由一只中档价钱的标 变成一只入门级的价钱标 所以非常之超值 好了 说到这里 先看看另一只颜色 另外一只颜色是蓝色的标盘 蓝色标盘和橙色标盘 蓝色是稳妥颜色 橙色是银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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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是银色的银色 橙色是银色的银色 同样是用了HUNAS的水晶标圈 橙色和蓝色的配搭 亦是用了水晶的玻璃表圈 亦是看上去像一个陶瓷圈 旁边看上去是玻璃做了斜边 其实是银色完全一样 只是颜色不同 好了 先试一下机芯 踢起后有停秒功能 试一下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歌手感都很好 很Smooth 好了 我们教到6点多钟 现在是6点10个字左右 差不多 好了 接着我们GMT的针如何调教 半格我们向下转动 教日力 今天是22号 接着我们向上转动 21、22 接着我们向上转动 教独立教织红色的GMT针 譬如香港时间是6点多 日本时间是7点多 看内影18点和20点中间是19点 我们是这样看GMT 至于三地怎么做到 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外圈 我们可以将外圈移到GMT的时间 譬如我们可以移到17点 就是泰国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三地 外圈就看泰国 内影边框的圈 就看这个 看这个 红色指针 就看这个19点 跟着正常指针 我们这里看 就看这个 里面圆形点点 这个黑度 差不多6点多钟 可以看到三地时间 好 讲到这里 先放一下重量 有点手感 因为这条珠带实心降大 这条珠带也是用了一个新的做法 就不会那么容易堕起 以前那些标带 戴得很久会鬆了大肚子 这些珠带就不会 很好质感 好 整只标的总重量 做到157g 157g 好 那我试一下 戴上珠仔14.8g 四天手换 有点手感 这支标真的错 好 直径方面 就去到 41m的标径 其实它的官网 就写42.5m 我计算是41m 多一点 Basho的位置 就是41m 多一点 厚度方面 就去到13.5mm的厚度 Luck to luck 就去到45.6mm 所以这支标不会很大 因为脖子比较短 而且我喜欢它左右两旁 预留了标洞 比方便更换标带 不过如果我买这支标 我就不会更换标带 老实说 我对这支标带 已经很满意 因为这个珠带 很立体 整个感觉 我试试拼上珠仔14.8g 手换 戴上去的感觉很棒 好了 最棒的就是价钱 不单单在标上面 以前的标 珠仔都有看过几次 也有推介过 但这次就是最优惠的价钱 之前就是3480元 他的建议零售价 外面坊间卖2780元到3千零多 CXX卖3千零多 珠仔超顺价 优惠给我的标迷 2298 2298 两颜色都是同一个价钱 有原装盒说明书 保用症 做一年保用给大家 很漂亮的 Hatness的水晶标圈 珠仔推介 有蓝色和橙色 两颜色 分别各 这次明天有货 这次后天有货 各有两个 喜欢这架标的标迷 就WhatsApp给我 可以 打给我都可以 你喜欢这架 Seiko5仔的GMT 想在佐敦店里 还是蓝芝哥店里 喜欢哪颜色 还有超顺价 2298 颠覆了整个市场 一只GMT 虽然是officeGMT 但是也是这么低的价格 希望你喜欢珠仔的推介 心动的你 立即行动 尽快找我吧 下集见 拜拜 一只officeGMT 的Seiko5仔Sport